防疫工作 超級英雄不缺席 葡萄牙里斯本的街頭 最近可以看到蜘蛛人 蝙蝠俠以及雷神索爾等等 他們親自掃街消毒 還幫長者送餐 在封城期間 為地方帶來了火力 蝙蝠俠推著垃圾桶 拿起掃把出門 他今天的任務是當個 稱職的親道夫 鋼鐵人也沒閒著 背著整桶的消毒液 在公共區域負責消毒 這些超級英雄 最近現身葡萄牙 首都里斯本街頭 其實是在地的 聖安東尼奧教區委員會的 成員所裝扮 這個構想正是來自主席摩格多 他也是個兼差的蜘蛛人 他認為這場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改變人們對自己 現在這份工作的認知 從以前不那麼感激 到現在覺得 還有一份工作可做 是多麼重要 雷神索爾拿起工具 填好凹陷的路面 星際大戰黑武士 正要出門為銀法長者送餐 莉雅公主忙著將食物分裝 備妥替代 因為閃電俠就要接手準備外送 葡萄牙自3月18號進入全國緊急狀態 許多人不方便出門 這些打扮成不同造型的人 任務就來了 教區有64人每天輪番做著各類的工作 葡萄牙即便解除緊急狀態 官方仍希望全民謹慎保護自己 每當人們見到超級英雄在街頭出任務 為城市帶來活力 緊繃的防疫生活不失樂趣 記者黃韻林報導